以下是教宗聖父在公開接見活動中教理講授的內容責要 親愛的兄弟姊妹,我們繼續關於聖神在教會日常生活中的教理講授 現在,我們從探討聖神的聖化工作轉向探討聖神藉著傾注神恩性的恩賜 而建立基督的身體 神恩的種類凡多,都是賜與每個人的特殊恩寵 為的是在合一與聖結中建立教會 梵帝綱第二次大公會議提及授予平信徒特殊神恩的重要性 每位平信徒,特別是女性,藉此為教會的使命作出貢獻 聖部六中圖提醒我們 這些神恩,無論大小,都是為愛得服務 基督敬愛是他們的傳言與方向 讓我們感謝聖神以多眾多樣的神恩裝備教會 並祈求聖神繼續賜予他們豐富的恩寵 教宗聖父現在以意大利與向我們之意 聖皇倫敬愛的英語語 聖人敬愛的視聖人 今晚的視聖人 特別是在大徽後來的居民 a 叙聖閣 奧之日 尼聖人 歸祖中 區域 聖人 里 他們 跟菲律 人 聖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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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人 聖人 我向今日参加公开接见活动的英语朝圣者及旅客之意 特别是来自挪威、澳洲、南韩、台湾、菲律宾以及美国的团体 我以主耶稣基督之名赐备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喜乐与平安 天主保佑 这我们的名字分开 arrays你们的名字分开 他们决定的都是ila 基督徒乃 erfolg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